维持在一个上涨的状态 而且涨幅还逼近了 有7个百分点之多 2356的音叶达 音叶达冲高之后 有一点慢压出现 但是还好 涨幅维持在1.5% 那么另外呢 3661的是新KY 早盘比较弱势 现在开始往上表现了吗 3110块钱 那么涨了5块 那么在2382的广达 近期来说的话 大家也在期待 能不能够温温的往上涨 每天涨一点涨不停呢 广达的部分来到210.5块钱 的确呢 在今天的表现 也还算是不错的 只是这个力道 似乎不如大家预期的 如此强劲了 这些2A个股 现在手中如果有的是续报吗 还是说换到其他比较 这个灵力 涨势比较灵力 可以期待的一些个股呢 应该怎么选择 我们赶快要请教 是华冠投过的分析师范振宏 老师早安 又要早 观众朋友大家早 老师刚刚看到这个 加权指数突然间往下掉 大家会说涨多了 果然开始修正了 但是又有这个随机买盘介入 那我们刚刚也看到 今天很多空间 好像让出给一些观光 饭店 甚至一些比较传产 航空类的一些个股 今天在电子股 尤其刚刚提到的AI 短线上面来说的话 投资人应该如何来做期待呢 如果手中有筹码的 又应该如何操作 好 那AI概念股部分 界上目前是比较偏向强弱分明 那刚刚有提到 像伟创广达音乐达这类ODM厂 界上目前技术面 很明显相较于零主建厂来比的话 界上是相对弱势 因为界上他们至少是连技线 目前都在占不回 那当然说 手中有持股的观众朋友的话 当然说 如果说你是最近买的话 我是觉得 当然说以技术面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买强不买弱 那他们现在比较弱势的话 你真的持有的话 可能就是要等待 这个盘式可不可以把他们带上来 或是之后指数要再攻击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有这些 比较大致的ODM厂 就是来去做一个指数的带动贡献 那但是如果说真的 纯基础面角度来讲的话 我反而觉得像目前是零主建 优于这种ODM代工厂 那当然说 以近期来讲的话 当然说今天来说 金箱店跟金城街 目前是下跌了 但是如果说以技术面的强度来讲 很明显就是 金箱店跟金城 或者是像昨天刚刚看到法说的双红 这些技术面的建箱都是强于这个ODM厂的 那当然说 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是觉得可以持续去中国关注 那其中比较可惜是说 前天好不容易带一辆站回季线 但是昨天又跌破季线 所以可能还需要再去做整理 那另外的风扇厂的这个见准 则是目前是看起来是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弱势的 那这部分就是在观察什么时候 去正式出现一个转强 那当然说以目前的盘面来看的话 刚刚有提到观光相关的类股 那观光类股当然说 短线来说我个人认为比较偏向 这个蓝白盒的题材 然后就是因为从前面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接下来的机器 开始会去做店高 因为大家知道 近年上半年的时候 这些观光股呢 因为报复性旅游的关系 营收又有上来 可能问题是那时候营收的 也是的确真的 开始激起走高 所以等于说 这一波如果说你要去操作 这些观光股的话 观光饭店餐饮股的话 那我是觉得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题材结束后的 这个回涨的风险 那当然短线物股真的要追高的话 那就我常常跟大家讲嘛 就近期的大量低点把它锁好就好 那我说再回到盘面来看的话 刚刚一华也有提到 这个涨头的数字要修正了 那我个人看法是比较简单啦 就是既然它下次指数下目前是强势的 你不要说因为盘中的一点点小波动 就觉得说数字开始要修正了 就是不要去过度的 划线给大盘走这种想法 那因为目前看的话 昨天外资买超是来多亿 那昨天指数也涨了 涨了200多点 那昨天又是一个跳功上涨 带量带3800亿的大量 所以等于说昨天呢 外资大买成交量大增 那指数跳空 那等于说昨天会是一个相对 转强的 所以进一步转强的一个关键的K线 所以呢昨天的第一点呢 这个17034 就是我自己个人会 接下来好好关注这个顶部有没有跌破 那只要我17034 只要不收破的话 基本上我认为说目前指数 还是处在一个强势的阶段 所以等于说处在强势阶段 那各股就是看各股去做轮动 因为指数有可能在这次上去做个震荡整理 那指数震荡整理其实也没有不好 因为代表说 这些这个全资股的资金呢 有可能会流出来到中小型股 像今天指数全资股 就像大部分都震荡频团附近整理 然后但是资金就开始有流向一些体裁股 像观光饭店这一类的 那我自己个人也是觉得说 大家说选举嘛 那大家说还要搭上如果有基本面的话 那我个人是比较去关注一些基建题材 然后像台湾的这个台电的电网 电网的部件计划 这个受惠的族群 就是像重电类的 这个像是中兴电啊 华晨啊 然后这个大雅跟这个东远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留意 那如果说这些这个选举概念的题材 有蔓延到这些基建题材 而且又有一些标案的 基本面在的话呢 我是认为说 相对来说是会更有机会的 那当然说在AI相关概念股的部分 刚刚有提到一些投资建议吧 那另外我是觉得说 跟AI相关的 这个要布局相关的 这些当然就是要去看 看这个光通讯相关嘛 那当然光通讯最近来说 大部分是比较 比较进入修正状态 因为前一波他们是主流强势 那比如像波罗威啊 前顶最近其实都有跌破季线 那反而是最近在这个 现增价格刚定价出来的 那华欣光呢 目前呢这个价格还是 比较处在这个强势的阶段 就是股价趋势还处在强势的阶段 那目前是比较偏向一个横向整理 而且蛮有趣的就是说 他昨天呢恢复正常交易 就是之前是被关起来嘛 那昨天恢复正常交易 其实并没有爆出所谓太多的出货量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大家也可以去观察一下 那观众线这一块 那个华欣光有没有机会再次成为领头羊 那在其他部分是有比较有观察到车用 昨天是有比较整齐的表现啦 那当然说今天 昨天涨座之后 可能今天稍微有点卖压 比如说像是这个顺德啊 或者是茂连KY 那另外还有在6235的滑坊 也是一样 就是这几档 基础面当然说还没有到正式的转向 不过呢 短线的底部是有出现的 那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他们也能进一步去代量站回季件 就是正式符合这个转强的条件 那再来就是昨天 其实昨天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今天也是一样 就是今天是明显就是飞行电 飞行电强于金融强于电子 因为飞行电呢 昨天涨幅是大于金融大于电子 那今天的话飞行电是有续涨0.47% 那金融涨幅0.21% 那电子指数目前是小跌0.19%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说是不是说前一波的指数连续大涨 是由电子全指股带起来的 那但是接下来他们可能任务告一段落之后呢 就是资金开始要流往金融股 甚至是到飞行电的身上 资金去做轮动 然后去轮流的带动指数去做攻击 那所以这边就可以朝一些这个飞行电的个股去做观察 那包含像刚刚讲到基建跟车用相关的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观察 就是在这个张宏老师特别提醒 机电相关的车用啊 这个都可以多加的关注一下 不过来看看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刚刚本来想说是不是买单重新的回神了 但现阶段来说的话 期货市场也已经进一步的翻黑了 跟随这个电子期的一个脚步吗 目前期货呢是小跌了6点左右 所以让加权指数现在有回测平盘的压力出现了 在指数方面开始震荡 不过个股的部分依旧是蛮